21题有一个饱和无存定的蔗糖水溶液 请问你们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第一个是同温之下加入各多的蔗糖与溶液中会变得更甜 因为这杯水溶液已经饱和了 所以它没有办法再多溶解任何的蔗糖 所以呢它浓度是还保持不变 仍然是所谓饱和浓度 所以呢它溶液会一样甜 所以它会说会更甜是错的 那么同温之下蒸发掉一些水溶液会变得更甜 那么我本来是饱和 我蒸发掉水之后 我能够溶解的量就会变少 所以糖就会吸出 可是呢如果我的温度没有变 那么我的溶解度还是一样 我的浓度还是一样 所以呢溶液还是会一样甜 既不会变淡也不会变得更甜 所以溶液会更甜也是错的 那么在水分没有蒸发或蒸发的水分忽略之下 提高这糖水溶液的温度会变得更甜 原则上我提高了溶液的温度之后 我的溶解度呢会增加 那么我是有机会会变得更甜 可是因为这一批它的条件叫做无沉淀 因为它没有沉淀所以呢 它不会再溶解更多的糖 因此虽然它的溶解度提高了 但是它的浓度仍然保持跟原来一样不会改变 所以它也不会变得更甜 所以这也是错的 所以我们只是听下猪选项 它说我加更多的蔬糖在水中甜度不变 因为我加了更多的蔬糖之后 因为我已经饱和 所以我不会把它们再多溶解 因此我的浓度还是维持不变 因此我的甜度还是一样 所以呢 我的甜度不变呢是对的 因此我们第二十一题的答案呢 我们要选的是猪 同温之下加入更多的蔬糖 于此溶液中 溶液的甜度不变 谢谢大家